台北市一名男子从帛琉返回台湾之后 进行五加九自主健康管理 但是自主健康管理还没期满 昨天下午就带着七小 到台北市内护理金妇产科诊所要打预防针 一刷健包卡发现他有旅游史 就被警卫拦了下来 没有想到竟然爆发言语冲突 当下旁边有民众看不下去了 拿出手机要搜证 反倒是被这个男子掐脖子摔人 虽然自主健康管理期间是可以戴口罩外出的 但诊所的门口有明确标示 有旅游史的人禁止进入 受害男子现在坚持要提告伤害 交给法院来判定 这什么东西吗 我两个都打扮 我都打扮了 妇产科诊所一名白衣男子对着警卫大声咆哮 就连医护人员到场男子怒气未消恶言相想 本来都知道我们都要提计要 我去人籁医院 人籁医院就去医院吗 是不是好好好讲 这位你们都来干净吗 原来这名白衣男子有旅游史 还在自主健康管理期间 想进诊所遭到警卫拦阻 一旁民众看不下去 拿手机搜证也惨遭波及 你录什么东西啊 你录什么 你录什么录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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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 不只出言恐吓还动手攻击 妇产科里爆发冲突 把诊所婴儿吓到嚎啕大哭 现场一团乱 然后他就突然掐我的脖子 然后就是不知道往地上还是往门口 就硬要把我往外转这样子 这名白衣男子日前从帛琉返台 依规定需要进行5加9自主健康管理 在自主健康管理期还没满 25号下午就带着七小 到台北市内湖一间妇产科诊所要打预防针 一刷健保卡就被发现旅游室被警卫拦下 先是爆发言语冲突进而动手打人 可是我觉得比较心酸的是 他们有没有什么权益 因为他们好像还有对公读生还是什么 就是蛮长的入骂还是什么的 诊所门口清楚标示 不接受14天内有出国时的民众入院 虽然帛琉旅游泡泡不用居隔 但白衣男子无视规则 不但动口还动手 当事人坚持提告伤害 交由法院判定 记者王正恩 高子尧台北报导